大家好 今天是2019年12月2日 今天這段視頻跟平時不同 會聊聊天 不講政治、時事、社會問題、歷史、經濟 講自己的感受 如果大家沒什麼興趣可以跳下去 這段視頻是為了YouTube訂閱人數超過10萬而拍的一段視頻 根據YouTube的安排 我們會收到一個安排 你說10萬人 坦白說不算多 過去幾個月 有些人專講政治 專講一些很敏感的社會話題 他們很短時間都可以爆炸性上升 而我在去年9月20日開始拍片 其實每個月都是平均增長幾千人 拍了14個月 剛好10萬人 其實我沒有爆炸性增長 因為我盡量不去講陰謀論 盡量要做 fact check 其實我講的視頻 大部分都是用教書的方法去講的 借社會的一些熱門話題 而講背後一些學術的理論 一些道理 一些思考推論的方法等等 這是我自己的堅持 但是我今天這段視頻 重整了我過去十幾年的工作 原來我在2005年開始 正式在大眾媒介上 講我自己的看法 就是寫報紙專欄 2005年我接了《星島日報》的報章專欄 就是一個星期寫兩篇 一篇就是校園版 一篇就是教育版 教育版那個 很坦白說我真的覺得寫了整個 從2005年寫到2014年 基本上我不覺得是有人看的 校園版那個比較好 老師就會剪出來給學生看 但是看了有沒有影響 我認為影響是極小的 一份報紙買到兩萬份好嗎? 你認真會揭去你的報章中的專欄 看你那兩千字格子的人 就是少之極少 但是當時又不是沒有所獲 當時寫了很多東西之後 我就將它出版成書 因為一個星期兩個專欄 我出版了超過六七本這些書 包括《中西大不同》 《古今大不同》 《通識與中國文化》 《愛情通識》等等這些書 一個星期兩篇 後來又接了《信報》的專欄 《頭條》的專欄等等 到了2014年我就沒有寫了 因為2014年有些重大的人生的變化規劃 以此同時 我在2009年就開始在網台講話 原來至今剛好十年 網台講話當然當時是為了興趣的 話說當時梁錦祥 一個電台台台長 就邀請我做的節目 就是《讀書生活》 所以今天我這個題目叫做《趙氏讀書生活》 其實就是呼應我十年前第一個做的節目 就是《讀書生活》 每星期就介紹一本書 給大家聽 後來很快就開了另一個獨立節目 叫做《通識看天下》 當時的download rate 一個星期一集節目大概是三百多人左右 有三百多人是download了我的節目去聽的 當時覺得很了不起 因為其他做節目的人只有幾十人 一百個以上的就叫做熱門節目 當時一個星期有三百多人聽我的節目 大部分都是教師 我請了很多學者一起討論一下通識的問題 當時通識的課程如箭在言 我們就講講通識課程的設計 應該用什麼方法去思考 推理 請了很多學者 也請了一些學生 當時有一個13歲的學生做了我節目的嘉賓主持 那個叫黃智峰 那時候是13歲 已經覺得這個小朋友就是 13歲的時候以我的能力絕對沒有這種情況 說不到他這種說話 即使我23歲那年 絕對沒有他13歲的時期 思路是這麼清晰的 但是這些都是十年前的往事 到了2012年 話說當時我在一些其他公開場合裡面 在一些建制派的活動裡面 認識了一個姓林的主持 這個姓林的主持 介紹了我去香港人網的節目裡面做主持 做嘉賓 結果就是 他的反應不錯了 後來蕭先生就約了我們去談 希望我去接手幫他頂一會兒的節目 那個節目就是因為他當時去立法會參選 黃毓民和他 我做了一會兒代主持 做了幾集代主持之後 他們選完了回來了 蕭若元就叫我一起做他節目的partner 那個節目就叫做香港人網 香港人網裡面的節目叫做風也蕭蕭 應該是這樣的 風也蕭蕭 後來2013年改組叫做米米香港 我就繼續做蕭瑤遊 我和于飛 一個姓劉的主持 一個姓林的主持 一起做這些節目 當然做網台有很多是非 因為有些人我來了 他們覺得我搶了他們的風頭 這是此其一 此其二就是 我的性格就是 你要是不叫我講 一旦叫我講 我一定會當面講我不同意的意見 譬如說蕭先生和我在節目裡面爭拗 我相信是唯一一個而已 于飛和他間中有爭拗 但是我和他的爭拗是長期的爭拗 基本上很多他說的觀點 我即場都是反駁他的 譬如說我講兩個例子 第一個例子就是馬航 當時馬航發生了意外一段時間 然後公佈了結果 證實應該很大機會他們已經死了 蕭先生就說他們家屬這麼傻 為什麼這樣也不接受他們死了的事實 當時我反駁他 這是人之常情 是不是? 這是心理學五部曲 要否定 一開始一定是否定了 否定你才會慢慢有機會接受 否定接受 中間還有很多過程 還要經過沮喪 沉溺 最後你才慢慢接受 我當場即場反駁他 第二個就是李嘉誠 當時他說李嘉誠撤出中國會灰飛煙滅 我當然不同意 我認為這是明智之舉 因為雙人除了為了利潤之外 年紀大的時期 還要追求一些穩陣的投資組合 避開政治風險 現在五六年後回看 我覺得我這個推理是合適的 還有一件事情就是很無聊的 為了石還是為了膽 我們罵了幾次交的 拍了幾段片 你一拳我一腳 沒事的 蕭先生就是氣度很大 至少對著我是這樣 我們很多事情直戚其非 他也是沒什麼意見的 大家是不會為了這件事情而心存界看 但是到了2014年發生了佔中 我和太太又重遇了 後來因為家庭原因 我就沒有做節目了 我沒有做節目 我就去了美國的大學教書 後來我去了大陸的大學教書 在大陸的期間 我當然不會做這些政治節目 我繼續有講一些事情 我放假 放暑假回來 我有做節目 放新年假回來 我有做節目 我就是講一些民生的事情 講一下雷爆 我相信我是第一批 我懷疑可能是第一個介紹雷爆這個概念給香港的網友 介紹了雷爆 介紹了雷爆事件 介紹了雷爆事件 我講一些民生的問題 我當然盡量避開政治 因為涉及到人生安全 家庭的考慮等等 但是我不會講一些我自己不相信的事情 我最多不講而已 直到2018年 就是 因為自己患病在家 覺得很無聊 我就是9月20日開始拍片 9月20日前其實是很閒 很間中才拍一次片 9月20日之後我就開始拍片 因為在家裡太長時間 有很多事情想說 沒有人談 結果一口氣就拍了 為什麼一拍了幾集 就發覺也有六七萬人看 小則也有三四萬人看 繼續拍下去 你會發現我拍的片也是一個特色的就是 但是我盡量借時事的話題 講學術的理論 譬如說我借高鐵 就是中國為什麼蓋高鐵 美國為什麼不蓋高鐵 這段片應該是 我目前到現在為止 最多人看的三段片之一 我講這個理論 就講到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有關鐵路研究的理論 再講到黑奴經濟學問題 比如說講中國的政治制度 我又講路徑依賴理論 講共產黨史 其實我講的比較多 講鴉片戰爭 也講了什麼叫敵我矛盾理論 三面紅旗是什麼 人民民主專政 這些香港人很多時候 視共產黨為對手 但是他們對共產黨論述是毫無了解的 很多人都是 我給大家在這裡給大家 也講了很多習近平經常講的 但是沒有人知道是講什麼 應該我是第一個在香港講什麼叫做塔西陀陷阱 什麼叫做修斯底德陷阱 什麼叫做黑天鵝 什麼叫做灰犀牛 這些我覺得挺好玩的 也邀請了陶國璋教授講了十幾集 一系列的中國的哲學 或者是當代的社會問題 從哲學角度 心理學角度的解釋 陶教授在我的節目裡面 率先講了什麼叫做路西法效應 那麼 也讓現在香港 很多人都知道什麼叫路西法效應 我們應該是第一個有系統地拍片 套進去香港的社會問題 陶先生是香港當代的哲學巨像 我也在他身上學到非常多的東西 也找了很多朋友 有些人說 你找林爾洛那些人一起做節目 首先第一 因為我本身不認識他 第二 我覺得三人行必有我思 我也跟他做節目的時候 我沒有研究過他什麼政治立場 他背後什麼背景我也不知道 我曾經十幾年前 跟當年的女朋友一起看過他的演唱片 因為當年的女朋友是基督徒 帶了我去看 自此之後我一直沒有注意過 但是 即使我有注意 你看回我以前做節目 我也跟謝偉俊一起做節目 我跟曾育成一起對談 這些都是沒有影響的 因為我不會因為某一些人的政治立場 而去放棄對話的機會 因為我經常說 Michael Sandel影響我很大 Michael Sandel說了一句 民主是一種說服 如果你是隔絕和不同意見的人聊天 這個就不是民主 也沒有辦法辯論是越辯越明的 這個 又是我節目裡面的第一部分 就是講社會問題 學術理論 第二部分我就講病 我也覺得很感恩 我講病 講癌症 比如說免疫治療 很詳細介紹免疫治療 不同癌症的 在台灣 在日本 他們治療的方法 等等 也讓很多網友關注 很多人P.M.我找了一些資料 我也盡量講 比如說我又分享了 怎麼可以在政府公立醫院 原來 生癌症是可以拿病人津貼的 我沒有拿過 但是我有研究過 結果真的有些網友患病 就拿了 幫助他們的生活經濟一些 我也覺得很感恩 變了癌症KOL 我接下來陸續也會繼續拍一些關於癌症的事情 因為我自己生病 我喜歡看資料 其實我什麼資料我都會看 但是 跟自己切新的東西當然看得多 所以cancer是我其中一個很關注的 topic 另外一個就是移民 由於我去年開始 患病以來 我就想 喂 如果人生已經去了40年 已經過了人生的大半 是不是? 如果我假設有七八十歲 已經去了大半 我是不是應該在其他地方 有些更有質素的生活呢? 當時也沒有香港有任何的政治風波 我純粹是去年9月的時候 10月的時候開始想這個問題 看沖繩 看台灣 看日本 看歐美 我看到什麼我就說了 這是 有心災花花不開 無心插柳扭成蔭 結果我看了很多資料 拍了很多視頻 有些移民公司找我 叫我講講 talk 我就說好了 我現在不上班了 也需要一些收入 就講講講講講 我從來沒有叫別人移民 有些人說我吃人血饅頭的人 就是毫無道理可言 因為我講的時候是去年10月開始講的 講到今天 所以 開始講講 talk 這個移民 就變成了 癌症KOL之後 就變成了移民的KOL 陸續很多人找我 我也推了很多 我現在就是講 我不相信的地方 譬如說泰國 有些人說發展書 還送了一層樓給我 又叫我去講 叫人去那裡買樓 我全部都會推 買樓的工作 基本上我會推 大灣區 有些人說 你大陸住這麼多年 你就講講大灣區的樓 我也推 原則就是 我自己不相信的事情 我也不會去講給別人聽 是不是? 所以現在我就講講台灣 講講日本 或者歐美 我也會講講 這些我自己會有興趣的事情 我才會講出來 這是我的原則 所以第一就是講學術 政治 經濟 因為我的研究專長就是政治經濟學 Political economics 我剛剛在倫敦出了一本書 也是講這件事情 講中國古代的政治經濟學 其次就是講癌症 第三就是講移民 還有這些養生的事情 也是跟癌症有關 原來我說過拉筋 拍打等等 也有很多人看 四五萬人看 現在 每個月28天 每個月28天裡面 原來就有2930萬分鐘 是因為我的視頻而消耗了 大概有320萬人次 320萬人次 有些人每天看 有些人不是每天看的 大概有70多萬人 不同的人有70多萬 人次有320多萬 所以 我自己覺得也是一個不錯的成績 作為一個全職的YouTuber 我也是會繼續努力 今天這段影片非常感恩 因為有些人未必很認識我 我講了一些我自己私人的事情 以及一些感受 希望大家 共勉之 好嗎? 今天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支持 請大家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以及訂閱的朋友 記得按鈴鐺 按完鈴鐺之後 還可以按全部 我下面有一些台灣移民港座資料 那麼 十二月呢 十一月我就因為社會氣氛的問題 我停辦了一段時間 十二月我會重新開始 那麼 逢星期六那場我都會出席的 那麼 同時間一月初我們會搞一個高雄的考察團 會看看當地的生活 看看選舉 看看故宮博物園 南故宮博物園 看樓等等 行程那些都會在下面 有興趣的網友就是 盡早留意報名了 因為每次都很發福的 OK,拜拜